去年ArkInvest旗下7只ETF,在一年多时间录得预备升幅,令到新兼行政总裁及首席投资官的Catherine Wood被冠以女股神称号。 特别是重仓持有特斯拉,USTSLA。 由于特斯拉在去年的升幅超过7倍,女股神的投资眼光随即被全球各界赞许。 不过,科技股近期由高位回落,特斯拉的表现也远不及去年。 加上在中国加强监管科企后,Catherine Wood立即清仓中概股,沽货手法由于受经的散户。 即使在高位买入的股份,也不计价沽出止蝕,但当监管因素逐渐稳定后,又重新部署入市,引起外界质疑其操盘手法。 其实今年第二季,Michael Burry已认为Catherine Wood的选股策略有很大问题。 尽管Catherine Wood看好特斯拉,更多次表示股价将升至每股5000美元。 但今年第二季,Michael Burry已开始沽空特斯拉。 早在2020年9月,Michael Burry已发文表示特斯拉指示泡沫,紧依靠出售排放监管职分赚取收入,并不代表他已具备盈利能力。 到了今年第一季,Michael Burry旗下的Science Asset Management便开始沽空特斯拉的股份。 踏入第二季,更向Catherine Wood宣战,买入23.55万股Ark Innovation ETF,US,ARKK,凝估其权。 同时亦持有总值7.31亿美元的近110万股特斯拉认沽其权。 目前来看,Michael Burry的观点应比Catherine Wood更正确。 今年7月至9月期间,Ark Innovation ETF由130.78美元下跌至110.53美元。 跌幅达15.5%,而特斯拉的股价由去年底705.67美元。 至今年3月底曾跌至低见597.95美元。 其后作出反弹,至近期升至约800美元。 但升幅与去年相比差距甚远。